。 大家好我是水魯仁,歡迎來到這次日本的特別企畫 S RV就是說妻ност 一天三餐只吃便利商店 好,沒錯我現在來吃早餐找 那 отдель個明太子飯糰然後 他們是一個炸物我完全看不懂到底什麼牌 但我覺得應該是豬排 應該是一個辣的豬排之類的 還有7-11我個人最喜歡的 來日本我大概每天要喝兩杯這個藍莓優格 我覺得7-11的藍莓優格比全家還有Losan的好喝多了 然後這次來日本呢這幾天都下雨 所以吃這個便利商店剛剛好 前幾天G20導致那個交通非常不方便啦 然後有的料理組合還都沒開 然後來吃一下這個日本的 預飯碼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 這好像是辣味明太子 有點太辣了 然後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的海帶比較鹹 料的多寡跟台灣差不多 然後這個明太子有點太辣 喝一下這個藍莓 好爽喔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來日本指定要買7-11的 日本7-11歡迎招呼代言 再來是我期待的 日本聽說便利商店的炸物都很強 這個應該是雞排喔 炸味雞排 比預飯層好吃多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進入我們的早餐時間 好這是最後一口 我發現它裡面好像有起司之類的耶 它整個越吃到後面我覺得越好吃 嗯真的有起司 這樣子一個1900而已耶 還不錯他們超商的炸物真的不錯 然後這個這個讚這個讚對 強烈推薦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看中餐跟晚餐也都吃便利商店 看看看要吃全家老神還是又吃7-11 再看狀況 好 好現在是午餐時間 早上是買7-11 那就是午餐是買全家 然後我一開始以為吃便利商店是比較省錢 結果我早餐吃了六七百 然後我現在這一頓又吃了1011的日幣 我 我 我隨便去外面 我去外面吃個拉麵可能才700多日幣而已 結果吃便利商店反而更貴 看到什麼特別的就買了 首先是這個 加重味的克比斯 我一直以來在日本都喝加重味的克比斯 OK 再來這個是 這個是全家從6月23號開始新發售的 有點像是 酷冰沙 然後它是 它是水蜜桃口味的酷冰沙 然後它就是酷冰沙的樣子 加牛奶跟水吧 好像是這樣 我看起來是這樣 來喝喝看 嗯 水蜜桃酷冰沙加牛奶 對 就是這個感覺 喝起來還可以啦 水蜜桃跟牛奶的味道都有 但是有一點點貴 這單全部買一些炸物 因為想要買一些 在台灣的便利商店吃不到的東西 那首先這個是 小雞塊之類的吧 嗯 小雞塊 再來是雞串 對雞肉串吧 喔 雞皮串 嗯 不太脆有點太軟了 嗯太軟 再來這邊有一隻裂空座啊 如果大家早餐看仔細的話 早餐這邊是蓋歐卡 那現在午餐這邊是裂空座 再來有兩隻 也是 雞串吧 我是都點不一樣的 嗯 醬燒雞串 還可以 然後這個 喔 炭烤的 這應該也是雞串 但是這是炭烤耶 這個最好吃 這味道還不錯 那整體來說 是 整個串燒的部分是 還OK啦 沒有到特別好吃 但是 還可以接受的一個範圍 好 那馬上進入午餐的便利商店之旅 好 吃完了 滿快就把這些吃完了剩下飲料了 那都很飽 但是就是 就是還OK啦 然後 這樣花真的是蠻多錢的 晚餐的話盡量花少一點 然後看要再買Seven還是全家 或是老神 再看看 好 那來到我們的晚餐啦 那晚餐就是我們的 戴歐齊齊吃來陪我們吃 對還有這個 這個他還沒取好名字 對還沒取好名字 趕快去之前那部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幫他取名字 然後之後會在IG上面做投票 好 那今天的晚餐 我們今天還是吃全家 因為全家就在我家旁邊 然後 而且 老神的話我想要等那個 7月2號的天氣之子 有特別出一款 不知道什麼東西 應該是飲料吧 那我想要等7月2號的時候 再去拍那個 老神的天氣之子的飲料 這個 今天晚餐呢 我發現 關東煮是最划算的選擇啊 因為我整個這樣這樣子 關東煮 有一個關東煮 然後一個也是雞串 然後再配這一杯 Hikakin居然代言這個乳酸菌飲料 太酷了 再配一杯這個乳酸菌飲料 這樣全部只要575塊 但是 前面兩餐這個失算 早餐吃600多 然後午餐是1011 然後晚餐只吃575 所以三餐加起來是吃超過2000日幣 三餐加起來吃超過2000日幣 大概600多塊台幣 有點多啊 所以我終於懂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我 一週系列 會花很多錢 但是其實我都只有吃一餐 所以 其實一天就是200到300之間 沒想到 現在隨便一個日本的便利商店 三餐就要花我 600多塊台幣 超過2000日幣 有點太多了啦 我以為是 今天是一個省錢的狀況 結果沒想到 還是花了2000多的日幣 就是600多台幣 好 那我們先來吃這個雞串 我又選了不同口味的 這就是比較原味 沒什麼醬料的感覺 然後 我很期待 我是 我不知道買什麼飲料 但是我看到這個 Hikakin代言 我就買了 然後他們 他們日本居然沒有可以從旁邊開的這種開口 然後日本的這個 塑膠袋真的是 有點太泛爛了 之後如果要買東西的話 盡量自備塑膠袋 或是跟他們要一個就好 因為他們很快就給 然後 有點錯錯不及 他們的塑膠袋真的是 尤其是便利商店使用的太翻了 各種店都是 來喝喝看這個 乳酸飲料 啊 養樂多 它不是那種 比非多 它是養樂多 Hikakin代言這個養樂多 好 再來就是 關公主啦 我點了 我點了四樣東西啊 第一個是這個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喔 肉排的感覺 還不錯 比甜不辣 更香 然後再來這個是 微微的大腸包小腸的概念 應該是甜不辣包香腸 甜不辣包香腸 然後香腸有點香料味 再來就是一顆蛋 沒什麼味道 然後 這應該是牛肚吧 哇 哇 無賣 這牛肚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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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我就全部加牛肚 好吃 來喝喝喝喝茶湯 呃 跟台灣關東煮差不多 味道不會 因為日本比較鹹嘛 但味道其實沒有特別重 那我要來吃晚餐 就進入三餐都只吃 日本便利商店的 最後一餐的晚餐之旅 好長 好看 好看 好 吃完了 那這個有關東煮其實真的是會比較飽啦 然後這次真的是失帥 尤其是午餐失帥 我看到很多那個串然後覺得好吃就全部都拿 然後看到飲料好喝也都拿 所以如果在日本吃便宜的話 我覺得可以找一些比較便宜的拉麵啊 或是一些凍飯 500到700日幣都可以飽啦 所以便利商店真的是沒有到比較便宜 好 那這次的 sd7瓦子 三餐都只吃日本便利商店成功 怎麼那麼長 好熱 吃完了 觀眾朋友好熱 喜歡這個影片幫我訂閱這頻道按讚然後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那馬上進入午餐 好 那馬上進入三餐都只 等一下 好 那馬上進入今天的午餐之旅 便利商店之旅 好 那馬上進入今天的便利商店之旅 好 吃完了